诗篇第十九篇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祂的作为 天天发出言语 夜夜传出知识 没有话语 没有言辞 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在他们中间 为太阳安设帐幕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像勇士欢欢喜喜地跑路 他从天的这边出来 绕行到天的那边 没有什么可以隐藏 得不到他的温暖 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 能使人心苏醒 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 能使人心快乐 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 能使人的眼睛明亮 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 能坚立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 完全公义 都比金子宝贵 比大量的金金更宝贵 比蜜甘甜 比风房低下来的蜜更甘甜 并且你的仆人 也借着这些得到警戒 棘手这些就得着大赏赐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 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失 求你拦阻你仆人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许他们挟制我 我才可以完全不犯大过 耶和华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都在你面前蒙悦纳